实力非常领先的一些队伍 但是要去适应这样的比赛规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这次能够取得两金两铜 在皮瓦亭极多肥权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了 现在看今天的最后一项男子单人皮挺项目的金牌争夺战 这是日本选手立足和野和中华台北选手潘黄明之间的一场争夺 这是日本选手近端的 这个是日本选手立足和野 立足和野在去年的市井赛当中是拿到了53名 目前世界杯的排名是69位 这个排名也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在亚洲地区也是比较领先的 而潘黄明他的成绩也是不错的 在去年的世界杯排名当中是85位 基本上他和立足和野两个人的实力相对是比较接近 就是有一拼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拼 那就要看你们到底谁对这个全新的项目比赛规则和比赛方式吃得更透 对于他的比赛这种特征吃得更透 我们刚才说了激流回拳的正式比赛当中 选手的腰腹力量小范围的调整性 包括和这种水的对抗性上 你对于水流的掌控能力 适应赛道的能力 你每可能因为水流的流速不同 你的这种适应赛道 你就要知道水流大概流速有多快 我到哪去怎么调整航向 既要借助这个水流的流速 然后有的时候又要去想着发的对抗水流流速 这方面的能力是要求最高的 包括力量 但是在这个全新的游戏性质更重的项目当中 它是一个净水 我们说批滑艇激流回拳 首先就是你必须是激流才行 但是它这是一个净水 就这样的一个净水呢 那就要求你的滑行能力要更强 那你就必须要调整自己的一些技术特点和技术的规则 而且加了一个前滚翻项目 这个侧滚翻项目 那个侧滚翻项目就要求选手 这个可能要锻炼自己的一些这种侧身的协调性啊 侧摇肌啊 它的肌肉运用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 既看到了它的精彩激烈的一方面 又看到了它的趣味 有意思的一方面 比赛开始 双方在这个启航阶段呀 对日本选手战区的优势太大了 但是在滑行阶段 我们看抓台北的选手 潘方明非常的出色 在第一个滑行阶段结束之后就获得了领先 他的整个奖下频率控制的很快 在这呢 一组合也追上来了 两个人几乎是一个齐头并进的状态 一起进入到 侧滚翻区 两个人的滚翻 一组合也这个滚翻很有意思 有的选手是侧身 有的选手是前踏 一组合也呢 是往后一躺 完全没有滚翻 不知道这样的效果是不是更好 潘方明现在还是稍稍领先一点点 两个人的比赛非常的激烈 最后的几脚 潘方明讲平要更高一些 在这儿 立足和也的整个奖下 力量上的优势展现出来了 完成最后一个逆水门注的时候 立足和也已经领先有大概0.2秒了 最后的冲刺 非常的激烈 立足和也还领先一点点 哇这样立足和也先冲过了最后的终点 那些日本队拿到了一枚金牌 那么也恭喜立足和也啊 在这个项目当中斩获一金 这个潘方明 中华台北选手 在这儿呢 是取得了一枚银牌 两个人的入水效果都非常的不错 两个人对整个船身的控制能力 都非常非常的出色 整个腰腹机和对水面的清河协调能力 经验也都很老道 选手都是实力出众的 这个滚帆完成的就顺畅的多了 在这儿滚弯上啊 潘方明吃了点亏 因为立足和也的那个滚帆 效果更出色一些 它是一个向后仰着躺着的一个滚帆方式 比较有意思 好的这样呢 伴随着最后一个项目 男子单人皮挺项目的比赛的结束 那么中国队在今天的 皮革挺极流回旋项目的比赛当中呢 也已经完全结束了 最终呢 中国队是获得了两金两铜的成绩 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 我们再次恭喜中国队 恭喜皮革挺极流回旋队 在这样一个趣味性很强的 全新的项目当中 有所斩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rechts removed 拨打算 我们下时又记得要 对雾猜 撤URE 三政府 点降 了